为什么他很喜欢去夸这个台湾 因为呢他们就不会因为一些小事 而跟你计较 尤其是在言论上 所以呢台湾人呢 通常在他们国家呢 是非常抗的 是非常的民主的 他们可以很大胆去讨论 那个政治的观点 所以呢台湾人的那个投票率呢 也会比其他国家来得高 他们都可以很大胆去发表他们的意见 只要他们的语言没有到很over那一种 其实都是可以acceptable的 但是相反于如果在中国的话呢 可能如果你每生在中国的每一份土 你都要觉得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民 你只能夸他好 你不能说他哪一点需要改善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引来一些 不好的批评啦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网友讲什么 平台游戏你们的主持人Koreamoy 今天我们要谈的topping呢 是有关于台湾和中国的生活文化呢 很相似 所以有很多人呢离开中国后呢 就会开始去占那个台湾 甚至呢在他国生活的华人也是一样 所以呢日本生活的中国人呢 小郑呢他就解释到中国呢 现今呢还停留在人治社会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台湾呢已经进入了法治时代了 可以享受所有的言论自由 所以呢他在夸掌那个台湾的同时呢 也希望中国能改善他的现状 能让生活在当地的人民呢 能够获得正常国家该有的权利保障 他之前说到我们也可以像人一样生活 你看台湾人就是成功的例子 为什么最近越来越多离开中国的人 都开始赞美台湾呢 一边还停留在古代的人治社会 而另一边已经进入了法治时代 OK他第一点就有说到 为什么他很喜欢去夸这个台湾 因为呢他们就不会因为一些小事 而跟你计较 尤其是在言论上 所以呢台湾人呢 通常在他们国家呢 是非常抗的 是非常的民主的 他们可以很大胆去讨论那个政治的观点 所以呢台湾人的那个投票率呢 也会比其他国家来得高 他们都可以很大胆去发表他们的意见 只要他们的语言没有到很 over那一种 其实都是可以acceptable的 但是相反于如果在中国的话呢 可能如果你每生在中国的每一份图 你都要觉得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民 OK你只能夸他好 你不能说他哪一点需要改善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引来一些 不好的批评啊 或者甚至会遭到 如果你拍影片的话 可能会遭到红灯之类的 然后呢小镇YouTuber呢 之前也是有 呃说过他之前 也有遭受过这样子的对待啦 因为他是一个YouTuber 然后呢也有说过 如果你一直夸那个中国好的话 基本上你的流量呢是不会少到去哪里的 OK他们都很欢迎你的流量这样子 但是反之如果你是讲他的不好的话 可能你流量呢就会比较低 他这里也是有讲台湾的好呢 是人精介织的尝试 相比中国呢更容易引起认同 所以你夸的本身呢也是在表扬那个言论自由 台湾没有网络防火墙 可以用Google IG,Live,脸书 民众可以自由地讨论政治议题 我们在跨台湾那时候说的很多话 在中国的网络平台是不能说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跨台湾 本身也是在享受言论自由 所以第二点呢就是跨台湾呢 是更简单的 怎么说呢 你起码可以用一个 自圆其说的方法来说 如果你说中国的话 可能你必须要做完所有的research for他们的market 因为我们知道market是很大的 然后你要说的非常清楚呢 才可以有一定的那个交代啦 我们讲不能乱乱说话 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你只需要说一个简单的美德 就是观众可以看的明白的 台湾的观点来讲 他们会相比之下 比较喜欢看那一种美食呢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美食是长什么样子 他只是看那一个过程而已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 你跨那个台湾的美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台湾有这个美德 你再说的话只是去强调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 已经有一个base concept了 所以就一直去认同 你去subscribe里面 因为他们都看得懂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说法 大多数的频道组 都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也没有资金的支持 因此在选择内容的时候 一定会选择成本低 能够自圆其说 观众容易理解的事情 那越来越多像小镇一样 离开了中国 到了其他国家的频道组 开始关注台湾 自然也就说明 相比赞美中国好棒棒的 那14亿大市场而言 讲述台湾好的一面 资源其说的成本要低得多 第三个为什么要跨台湾呢 就是因为有更深层次的那一个感触 我们讲 因为呢其实 如果你怎么说 在中国呢 他们不可以让让的说 他们的不嘛 OK 他们只能说好的 然后呢 相反之下呢 台湾人呢 他们会更加的去说自己的期待 希望 OK 打个比方说啦 如果有一个情侣 OK 女生呢 会不断跟他讲 哦 今天呢 我的闺蜜的男友对他做了什么 我也希望有这样子的对待 其实他在女方的观点呢 是希望 我把我这个requirements 怎么说呢 我的request讲出来以后 你会这样子的对我 但是可能相反之下 在男生来讲呢 他会觉得这是一个judge OK 所以呢 女生方面 我们可以去形容成为台湾 那男生方面 我们就成为中国的观点思想 这样子 女生是台湾是怎样 男生是中国是想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 很直接讲出来的话 他们会觉得是一个judge 如果是台湾人的话 他会觉得 哦 这是你想要我做给你 你想要我进步 然后的那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也是有好有不好咯 有一个在日本经营自媒体的博主 在中国的抖音上 说因为日本疫情 日本政府给自己家小孩 每人发了十万块钱的补助金 于是就遭到了大量的辱骂 没有办法 他只能道歉 承认是为了流量造假 承认自己在日本过的 足够不如 那我们一起来看网友到底怎么说 从小被教育台湾人民生活在水生活 火热之中 我们一定要去解放他们 我们到后来看到台湾来大陆投资 才知道自己以前过的生活才是如此 实在很难想象一个从中国土生土长的人 对于民族自由能做出如此敬虑的分析 真心祝福你继续坚持下去 从你频道所有影片看来 其实你内心是爱着自己的国家的 因为爱所以是信有不甘 小郑我们台湾人支持你 他不需要特地说中国不好 而是他希望中国能看到这一些 他想要的东西而做出改善 这样子 所以其实对他来讲 他只是去表达他想要的东西而已 绝对不是一个加上 我们也可以像一人一样生活 你看台湾人就是成功的例子 因为台湾人听了感觉挺复杂又沉重 希望事实上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能 拥有免欲恐惧的自由 都能拥有无所顾忌的自在 希望大家人都可以活得自由自在 好像台湾人一样的自由啦 真的为了流量的话去夸赞中国好 不是更快还能赢得一篇掌声 非常自私小郑 也很感谢你的善良和勇气 这才是真正爱国的精神 而不是某些人就嘴上爱国这样子 我一直不了解中国为何不能 接受不同意见的论点 他这里就有说他是住在日本的台湾人 他也是很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 会有一种很偏激的想法啦 所以他这里希望可以透过小郑的影片 渐渐去了解 其实中国人他不是偏激 只是可能在某些限制下 他做出这样子的举动 我知道很多大陆朋友也想批评 但现实环境中却让他们开不了口 官方的压力小粉红门的压力 甚至是来自亲友的压力 言论的自由就只能成为一种奢求 我总觉得大陆人好会表达 包括许多陆配频道 还有我家邻居很多陆配 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普遍比台湾人好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好希望台湾人能更理性一点 更为他人着想一点 更尊重不同立场的人一点 这样才不辜负这些爱 喜爱台湾的人 我有个中国同事本来是想回国的 但是有天突然跟我说 他要花钱移民去加拿大 说到最后他说你回台湾 还是可以好好生活 我们不一样 我们没有自由 台湾是充满着暖实力的国家人民 善良又有爱心 OK 所以你是怎么想的呢 你会不会想到 中国现在状况呢 也是需要去改善 还是怎样的 留言告诉我 我们时间也到这里为止了 喜欢我的朋友的话 可以follow的IG K-O-R-E-A-N-U-R-I 既然要follow 网友讲什么的IG 我们下次见 拜拜